牛奶60克 所以牛奶跟 油的比例是多少 1比1.1 1.5 3比1 這樣就好了 沒關係它比較準 好來30 第一個步驟 這一缸把它拌勻 油 牛奶 砂糖跟鹽巴 這樣子溶解 需要溶解嗎 這樣就好了 這個就這樣子 這一個 油跟牛奶要幹嘛 油 鹽 牛奶 糖 這個要幹嘛 要不要把它攪拌溶解 不用 等一下 不要再拌勻 澱粉143 一樣在這一鍋裡面 可能就要拌勻了 也不用過篩 原則上如果可以過篩的話 對 原則上可以要過篩 但是 泡打粉 8 8 也是新的 OK了 老師這盤 謝謝 這盤 OK 這好了之後拌勻 好來 先把牛奶那鍋拌勻 對不對 接下來我們把什麼拌勻 粉類拌勻 OK 它拌勻的結果變狗 你需要我嗎 我就可以 老師要同方向還是都可以 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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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需要我為了 這樣就好了 把所有食材都拌在一塊 跟狗狗這樣有沒有 大環90 好 全蛋清潔 90 好來 一樣 把它拌勻 真的是拌勻就好 對 需不需要我來 可以 可以 是可以你來還是我來 可以我來 OK 好來 對 好來 把它拌勻 我們是看它的狀態 如果你在家裡自己做的話 你會有這樣的狀況 其實在現場學是要學它的 現場狀況 因為你做的時候 你會在家裡會有一些突發狀況 但是你要知道它的感覺是怎麼樣 在家裡做的時候 你才不會拌勻 我的麵糊好了 來 我們的蛋黃的 全蛋的麵糊好了 有沒有問題 沒有 糖不夠 拌勻起來 還是糖不夠 蛋白質硬一點 來 結論是什麼 好 因為我們的蛋白 蛋白它是鹼性的 所以我們一定要讓它有的 酸鹼中和 你才不會有蛋的腥味 喔 可以代替的檸檬 對 如果家裡沒有酸鹼中和代替的檸檬 這樣子知道了嗎 對 有檸檬的就用新鮮檸檬 那有白醋的 這是裡面最有的 最方便的 那我們烘焙的話呢 我們會用的是塔塔粉 對 那個的話就是要買一罐的 對 大家取又不方便 因為全聯哪裡都沒有在賣 所以我們就用最方便 家裡有的 有的 來代替就可以 對 重點 重點 打蛋白的部分 你在打的時候 起泡了才可以放糖 OK 起泡了才可以放糖 然後糖分次加 OK 糖分次加 好 來 我們打蛋的時候有沒有順直針跟逆直針 對 沒有 好來 在家裡如果你是這台打蛋機的時候 沒有順直針跟逆直針 沒有這個問題 只要打個發就好了 對 讓它碰一下的原因是看 底下有沉澱 沒有把它打起來 我們還是要打均勻對不對 好來 這樣還是太濕 來 我們落下來 我們會滴下來 不是翹起來的 你們在外面有看過白色的蛋糕嗎 天使蛋糕 天使蛋糕的程度就是這樣子 對 所以每一款的蛋糕 對 它的有沒有 它好像要低不低的 又很低不低的 對 然後又有彈性的 對 那這個呢 我們在做戚風蛋糕的時候 這樣子是還不夠的 好 這個叫做濕性八炮 你要把它拿起來看 它如果垂下來的話 就是濕性八炮 做天使蛋糕蛋白用 好 那現在我們要做的是 七炮蛋糕會比較硬挺一點 好 我們的蛋糕要比較硬挺一點 好 藍醋加下去會更綿密 所以 綿密 做出來的蛋糕 跟更綿密的蛋糕 差在哪裡 是 我們錯是哪時候加 對 這是什麼樣的 是等一下 放下去打喔 這個時候才加喔 好 再看一下 還是不行喔 繼續 所以你看 適合的實際性 對 如果是我們自己在做的話 可能我們自己加 可能它是找到快差的時候 才加醋 對 有些蛋糕比較粗 它是用全蛋 一點點 它用全蛋 下去做的 全蛋 對 蛋白會比較綿 對 那全蛋又是另外一款的蛋糕 對 不太一樣的 對 全蛋的話是 我們有一個氣氛 有一個叫什麼 那個 那個 泡蛋糕 海綿 泡蛋糕 泡蛋糕 對 以前會沒有加醋嗎 對 在我後面才有加 後面才有加 已經快要 已經快要完成了 我們才來加醋 已經快要完成了 來 來加醋囉 對 給它打一下 對 打過頭就會很粗了 這樣子 對不對 打不夠跟打過頭都是粗的 對 打不夠的 它就是它 它就是硬 對 對 但是打得太過 它就很像泡泡 對 它跟它伴不散 它就會白色一塊 紅色一塊 沒有辦法混合 沒有辦法 我剛才會不一樣 先攻速再慢速 它的目的是要把什麼 空氣 空氣打出來 對 我們要把空氣打出來 我們要轉圈打嗎 我們要轉圈打均勻 它放到底部 我們剛才有說放到底部 讓它不小心 要讓它底部 沉澱中心再把它打上來 要打均勻 你看它的綿密度是不是很漂亮 對 跟剛才都不一樣了 我們沒有用卡粉喔 我們是直接這樣子打的加白醋 OK 好了 對不對 好 那我們一樣要回來這裡 一定要先再把它拌一下 因為它在等待的過程當中 它會沉澱 對 沉澱然後會比較乾一點 好 把它下面記得要刮喔 不然它會沾到上 對 好 那我們就可以 先放三分之一進來 三分之一先放進來 好 好 一定要用這一支 但是呢 我們就要給它 我們剛剛是這樣子嘛 對不對 換抓這邊 轉過來 轉 然後輕輕的 好 我今天給它消化 所以我們要溫柔一點 好 一定是刮下面 上來 這樣就好了 有一點像大理石的紋路 好 繼續 來吧 我們的蛋白放下去 從底下挖上去 然後繞一圈 溫柔的對待它 因為會消化 好 一定要刮下面 有沒有聽到下面的 刮下面 因為怕下面的麵糊會沉澱 所以我要把下面的麵糊給它刮起來 OK 因為之前會用刮板這樣子翻 是因為衛生嘛對不對 所以老師用的是另外一種方法 就是用那個 本來是我們當然就是用手關板去 從下面把它刮起來 好 這樣最均勻 但是因為衛生 所以戴手套也不方便 OK 所以就用另外一種方式來呈現 那它的主要目的是 你的麵糊跟蛋白一定要拌勻 不然你烤起來後來顏色會不均 好 先試一下烤箱才會知道說 對它的 爐溫是多少 它的性質是多少 然後它的高溫在哪裡 它的弱點在哪裡 所以就是示範組的那一爐 第一爐都是示範組 好 好 這樣就可以了 有沒有 OK 這樣就可以 下面把它挖一下 所以我們在辦的時候 一定就是下面挖起來 從下面往上挖 好了之後呢 就把我們的等一下烤盤的東西 有沒有 就倒下來 旁邊這些 這要不要拿開 好的 可以 給它當成是黏著劑 黏著劑 它就不會跑掉了 旁邊有沒有 這些 這個要實際做 你才會 你才會有那種感覺 看老師做都很緊 這樣 這個 四方的 四方的 這些 一定要給它 紋路要出來 老師說的 要貼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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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們就全部倒下來 好 全部倒下來 所以我們要趕快再烤另外一盤 不然我們比較大 對 好 好 好 這個 也沒有到半盤 還沒有到 對 我以為是半盤 它比半盤 它比半盤再小一點點 嘿 好來 你看老師這樣是把它推平 有沒有 好 那你看這邊 這邊會這樣 四個角讓它平均烤起來才會漂亮 對 先往四個角 推 好 你在弄的話先往四個角移動 好 然後再把它抹平 等一下要地板敲嗎 需要嗎 不是桌上去 對 應該桌上去 應該桌上去 沒有 沒有 所以要不要鋪平 對 把它鋪平 我們有抓法 在哪兒 好吃嗎 走開 有有有 這個 你說的 對 我要 好 好 好 謝謝 好 好 那我們就是用這邊 平的 輕輕的 貼住 那這邊有比較低的 補一下 我們要怎麼知道我們有沒有平均 那我們就第一個 先把這個清掉 好 這邊四個角 它在這裡 那我們看這裡 好 一樣 一樣 好 我們看它的高度 對不對 我們剛剛 下去的高度在這裡 對不對 所以你就四個角去給它 壓一下 好 就沒有問題了 這是四個高度 它的線 你知道 看它的線 OK 好 那我們就把它敲一敲 再敲一敲 把東西敲掉 OK OK 可以趕快進爐 對 不然它會消泡 趕快進爐 拖出來 然後用你的手 去摸它的表面 好 是不是 還是有一點水水的 那就是 還不行 再進去烤 對 你會 沒有你在摸的時候 你會感覺 這是裡面好像有點液體狀 對 液體狀的感覺 對水水的 然後呢 對不對 我們可以先 對 邊邊 你有點45度角 45度角 把它這樣子切一下 對 切整齊就對了 切整齊就對了 我們給它試一下 然後把它切 來 我拉喔 朝內 對 朝內 這個嗎 我這個盤子嗎 對 好 接下來呢 我們呢 我們要畫刀 好 為什麼要畫刀 捲的時候不太會裂 好 那我們就是輕輕的 好 輕輕的畫一下 對 畫面 對 上面畫的我們在 我們在捲的時候 它就不太會裂 對 對 我們就可以把它 鋪上去 那奶油呢 如果買回來就直接放在冰箱 因為不然它很容易就會融化 我們等一下要捲這邊嘛 所以我這邊會加厚 稍微的話把它拉薄 對 它才不會等下奶油會 會擠出來 對 也不用太厚 薄薄的其實就好 只是順口就好 對 包子喔 對 這樣子 等一下 包下面 包下面 擀麵分放下面 這樣子 弄起來 好 它可以 比它長一點會更好啦 你會比較好拿 我們捲 對 對 我們比較短 對 拿下來 拿下來 可以 往旁邊 給它收一下 提起來都往下 對 有點捲捲似 瘦絲 瘦絲 對 然後就給它慢慢的 往前推 往前推 很軟型 捲 捲瘦絲 往旁邊看 有動捲 喔 現在撿那個 好 那我們往下了對不對 對 往下了之後呢 好 我們的紋路 第一個 這樣對不對 我們往下捲了 過來 然後呢 再轉一下 它就會底部 對 對 這邊就會 對 它就會這樣子 很漂亮 那我們就讓它定型 差不多 八分鐘左右 還可以切 要切嗎 沒有 沒有鋸齒刀耶 沒關係 我就慢慢的切 慢慢切 那 它會怎樣 它會 裂開 沒有鋸齒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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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比較好 對 因為要有鋸齒刀 這是麵包刀 就是麵包刀有沒有 這些麵包的有鋸齒刀 然後鋸齒刀 好 弄出來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把它擺盤拍照 欸 它有鋸齒刀 它有鋸齒刀 因為剛剛老師有切 有切 那比較好剪 所以它先在上面 他說怕剪刀 那時候怕剪刀 它就不會裂掉 所以你以為會會裂開 我先以為會裂開 我想說我沒有剪刀 我有化身醬喔 我有洗到裂化身醬 它用這個真的好 這個真的好 這麼厲害 你可以用的 怎麼會裂開 你找到 那個 那個 不一樣 口水掉下來 你看他旁邊就不會像這樣子 米粉的話大概是扣20就好了